中央虎未准 中央虎未准 未准 下转口吃 向前看 小心 必准 報告主題官 花蓮縣新城巷一百一十一年度 防汛強行演習 參演人員一百三十人 積聚八台 車輛十台 直升機一架 報告完畢 請指揮官訓明 每年一年一度的 防汛防災演習 新鮮鄉都有特別好的表現 為什麼 要來做這樣防災防汛的演習 在災害來臨的時候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演習演練 儘速的 替民眾的災害 降到最低 所以它的演習特別特別的一個重要 新鮮 的地理環境 在十三鄉鎮當中 是唯一沒有靠近三棲的 海岸線長達二十五公里 鄉裡面 我們西北雞西 美輪西 三戰西北主要河川 整個基辛坦的海岸 一直都在新成像 所以對其天然災害也好 防汛防災的原因尤其重要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 不管在橫向各單位的一個聯繫 以及各單位應變的能力 都能夠大大的提升 所以 這樣子的演練是特別特別的一個重要 這幾年新鮮在防災防禁的演習當中 都獲得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近年 跟消防局及其他單位 在我們光榮來做前線性的一個 防災防禁的演習 近年再度回來 參與十三鄉鎮 共同這樣子一個演練 這樣的一個評比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演習 這樣的演練 能夠把災害降到最低 當災害來臨的時候 我想各單位在今天的表現 我相信能夠讓地方各自來 來稱喜 我們今天特別要來讓鄉親 能夠對提高防性防災的一個觀念 所以前程我們來錄影 因為現在因為疫情的一個關係 民眾沒有辦法到現場來觀賞 我們透過各位今天的演練 來錄影之後 在前鄉 不然在電子媒體方面 在LINE 官方的情主 來廣播提升民眾對於防災防禁的一個觀念 我想這是我們演練最重要的重點 今天天氣非常好 主要謝謝我們戴富光五道 李索爾的裁判 今天立地來給我們指導 也希望今天的演練能夠順利 我們的演習的一個項目的一個配置圖 先從我們圖的右側由上而下來報告 首先狀況十六是我們的提防防災 那位置呢 就是在我們的嘉陵七號橋的東側 由我們的月底法 提頂對爆法 那我們的防汛頂塊 則是在我們的嘉陵七號橋的西側 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狀況十呢 是風橋作業及解除風橋管制 是在我們嘉陵七號橋的東側 那狀況七是橋樑及河川的護岸巡查 那是在我們的嘉陵七號橋上 那再來狀況一二六十一十九 就是我們的成立在應變中心 防災宣導 災情查報 以及開設前進指揮所及災情會診 這是在我們的應變中心 也就是在我們司令台的南側 那再來呢 我們的維修管線演練的場地 因為愛以場地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演習的場地 是在我們司令台的最南側 是我們的電力公司跟中華電系 然後再來是自來甩公司 在這邊做維生管線的一個演練 那再來我們來從左邊開始看 第一個是狀況十二 跌落西場的救援的部分呢 在我們的嘉陵七號橋的正下方 那狀況十四十五呢 是我們的抽水跟防水打板的演練 則是在我們嘉陵七號橋的 西邊的住戶的位置 狀況九是我們社區排水清淤 及河道障礙不清除 那位置是在於我們的嘉陵七號橋的西側 以及嘉陵七號橋上 狀況六我們是有預防性撤離 特殊撤離 還有呢就是我們的一些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發生有發燒的香米的處置作為 在我們的嘉陵七號橋的西側住戶的位置 狀況四就是我們的防汽器材的儲備跟衣布 在於我們應變中心的南邊 狀況五的部分是勸導民眾在水域 訊息期間颱風來的時候 在我們西邊玩耍玩水的 遊戲吸水的 那是在我們嘉陵七號橋 在我們司令台的正後方 在我們司令台正後方 會有一個勸導民眾離開水域的部分 那狀況十三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受困沙洲救援連鏈 這個部分來講 是在於我們司令台的最南側 由我們的空中直升機 來進行一個救援的一個連鏈 那疫情消毒的部分 是在於我們嘉陵七號橋的西側 開始往東側 來做一個消毒的一個連鏈 就針對我們這次防汽演習的配置的部分 跟各位長官做檢驗的報告 首席後各就演習位置 首席 中央氣象局發布 颱風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行程向西北移動 朝台灣東北部海面前進 暴風圈通過台灣東半部 及中部以北陸地後 持續向北朝東海海面前進 至上午9點 氣象局正式發布為 採雲颱風警報 4月22日上午10時 氣象局發布 強烈颱風採雲海陸上警報 暴風圈將涵蓋全台 花蓮縣災害應變中心 及新城鄉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一集 這裡是河岩縣政府災害應變 是婚姻中心 至於颱風已經發布陸上警報 請貴所即刻成立 增害應變中心 並隨時回報增害情形 新城鄉防災應變中心 新城鄉防災應變中心 報告 後由民政客以電話 傳真簡訊 及賴群組 通知本鄉各個市所 及防災編組單位人員 需帶各項業務 防災降局 這資料是災害應變中心進駐 執行相關防災減災 整備工作 指揮官由鄉長擔任 副指揮官由秘書擔任 防救組由各村社區編程 負責災害傳遞 會整 水行查報 民眾疏散收容等事項 民政主由民政客為主 那邊主計 財政 行政 人事等相關客事 執行應變中心開設 災害預警 資訊傳遞 災情統計等工作 以及救濟族 公務族 環保族等組別 分別執行各項防災 減災 搶救及災後復原等工作 鄉長指示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後 也即刻召開災前準備會議 各位同仁 根據中央氣象企的報告 強烈颱風採營 已監視上午10點發布 海陸上颱風警報 本鄉即將進入暴風間的範圍內 所以召開本次災前準備的會議 請各單位報告災前準備的情形 公務組長報告 一 已派人加強巡視 並勸討商家固定招牌 以免掉落造成危險 二 已完成低洼地區等抽水機整備作業 並請隨時觀測序面機器 隨等水位及時回報應變中心 三 已檢測完成花九線地下道抽水機整備作業 並請隨時觀測該地下道水位 並隨時回報應變中心 四 已通知重機械待命開口契約 廠商待命進駐 備火搶修搶醒機具 車輛等 並為應應地淹水地區發生淹水情形 各地淹水地區已先調配移動式抽水機整備待命 移動式抽水機既有六英吋一台 三英吋兩台 並完成抽水機發動的一個測試運轉 五 已請電衣公司檢修危險路線陷入 以免造成掉落斷電 六 已通知花蓮農田水地會 將聚門水門調整或關閉 以避免農田灌溉水排路灌排兩用排水溝 及社區內排水溝 造成排水無法附和 發生排水復習之一焰情形 民政局局長報告 本市颱風位於外市東北方300公里 朝北北東方向前進 預測本鄉近中心最大風速每秒40公尺 本鄉離地一步一亮 北區一亮385米 山區一步一亮452毫米 六 已通知詳諺各派出所及申請 一致必利代言代命救援 三 已請各村長駐幹事代命 並與應變中心隨時保持聯繫 報告令 救濟組報告 本所相關收容工作人員 以備可相關收容物資器材 因應弱勢重安 博床有維生管線醫療需求 需安置災民撤離需要 以通知災害防救相關 部署支援醫療機構 國軍花園總醫院備可床會 報告完畢 演習項目一結束 演練將是一 災前預防及整備作為 災害警報及防災宣導狀況想定 中央氣象局於4月22日上午10時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暴風半徑約250公里 目前颱風有增強趨勢 預計8小時後 中心位置來到北圍24度 東京121度 以花蓮登陸 新城鄉 花蓮市 吉安鄉等區域 進入包公圈範圍請加強戒備 盛罰核水氾濫 民政組長報告 災害宣導員奉鄉長指示 加強防災宣導 請你通知各村村長 村開市 夏村宣導 黃包組邱隊長及消防局 第一大隊北谷分隊 請你協助派遣宣導車輛到各村廣播 呼籲各村民做好防災準備 以淹水地區 必須加強宣導 且做好隨時疏散設理的準備 另外讓民眾透過各種管道 收到颱風動態相關訊息 請行政室陳主任 將防災訊息一併發佈於本所 LINE APP 讓使用社群的成員 亦能隨時掌握即時訊息 我知道了 我立刻通知村長及村開市做好宣導工作 黃包組長報告 我們已經錄製了這次颱風防災宣導的錄音帶 目前已經出發岸基町的路線前往各村宣導 並行監導車深入亦發生災害地區加強宣導 報告完畢 消防局北谷分隊報告 這次颱風防災宣導的錄音帶已被妥 目前已經出發岸基町的路線前往各村宣導 並請宣導車深入亦發生災害地區加強宣導 報告完畢 透過公所LINE APP軟體 及公所網站發布颱風動態訊息 請民眾提早進行防災之準備工作 報告完畢 各位鄉親大家好 中央氣象局已經發布陸上強烈颱風警報 請大家加強防範準備 並避免前往西邊及海邊遊玩 基礎於河川沿岸及低瓦地區民眾 因嚴訪淹水發生 請各位鄉親做好防臺準備 被固定好屋外型掛物 強化門窗玻璃及蘇東自家水溝 液淹水地區基民 請準備好您的避難包 如果接我通知後 立即撤離 謝謝您的合作 請請準備好 生物 請請頒 請頒 請頒 我們在這裏面的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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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及通知收容場所 隨時做好收容的準備 本鄉共有六個收容所 預估最大收容人數約321人 可依照災害狀況需求實施開設 新田社區活動中心可收容45人 宋安村活動中心可收容50人 樹林角社區活動中心可收容39人 大漢村活動中心可收容70人 七星潭社區活動中心可收容27人 及新城鄉原住民多工人活動中心可收容90人 命以開口契約廠商簽訂物資調顧契約 提供物資供收容中心民眾使用 上述收容地點設施完善環境舒適 讓民眾得以安心 報告主委官 目前本鄉已先行完成大漢村活動中心 樹林角社區活動中心 及新城鄉原住民多工人活動中心等 三處收容場所開設準備 和歐洲民規模 中國公設合計劃 此外公設合計劃 歐洲民工夫式 這齊公設合計劃 三一月後 八月十五月 規矩命 先行交通診信財 並住在 並以淵水警示區 並以通知災害開口契約廠商 將大型經驅進駐本所 二十四小時待命 目前在海灘南邊 是針對院標本來準備 易舊出 Zukunft防範信財 有加班防信金塊移動式所有繍勵及防血防 rep旦的資財 在邁佩應定中心 您好在邁佩應定中心 目前間歇性大雨發生 河川死會不斷散打 恐發生民眾受困事件 經勸導後能不願離開 眾所 請決定設置封鎖騙點 不讓兩眾情況蓄水 請看表面 現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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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千秋年 深大雨發生 過期 疫苗中心的程序 主要的重向指揮 呼唐以及成像的協調 联系分析與足以各項災害疫苗的措施 也要掌握各種災害的狀況 及時能夠傳遞災情 並通報相關的機關 或單位疫苗處理 災情的處理 主治調部資源事項的追悼 因為我們很新的政策 開設的所謂的 風災 震災 重大火災 爆炸災害 空難 海難事故 又是由消防禁來處理 水災 探災 建築工程災害 例如建設處 而為了保護人民的 市民安全 所以我們的警員 就在市長縣裡 我們的新冬天還在新冬天 選西水的一刻 我們將來過大之下是 建設政府的 將會從中 我們將來開花山 中國花生日時 會被現場 獲獲獲獎金色的 體育座十三三次 另外 花木的建築工廊 兼致健康讓民眾不可以再進入 回到位置 進水一碗 演行項目五結束 三區二十四小時的機體量達三百五十毫米 位於一淵水潛市區應加強防備 現在本鄉不受台歐外圍環環的影響 日式逐漸的增強 控隊本將造成嚴重的災害損失 請各個市加強橫向連續 掌握颱風動態及各村災情 一年來颱風發生的情形 以嘉牛村高九縣地下道 嘉旅村玉城橋和鐵路地下道 嘉旅村家里國小黃地下道 以康德村大龍街 以大漢街路口的淵水情形 請民政客建設客加強查查台地下列勤務 一 各村之海水選擬 二 西北基西海水遺检繳織水位高度 及其喬台基礎示威護護 三 加強行事西北基西警防 適合用掏空等情況 遇及各村村長及村看市協助及查報告 此時公所民政客 以花蓮氣象站聯繫台風動態 並以台電花蓮區處 市區巡區客聯繫書店和停電情況 並以中華電線聯繫電話中段情形 不屬於門下入繫 建設客像加林村 加里村 還有村長不屬於為淹水情形 則屬於重下入繫 建設客外橋樑的行察員實施 了解水位高度及橋樑基礎示威護護 又無被高空等行情 並並通知加林村及北部村及加林村長 結行美零溪及西美雞溪歐岸水磁狀況 嘉寧村辦公處 您好 我高興和您顧問 您好 我是新鮮家庭建設課部課長 請問您目前嘉寧村自主防災社區是否待您完成 另外請問您美零溪及西美雞溪歐岸水磁狀況如何 嘉寧村報告 目前村內自主防災小組已完成準備 剛剛水磁潮道園回報水磁巡查結果 目前美零溪及西美雞溪之所謂 能持續上場 現在能持續監控中 此時公所民政課 建設課經過橫向縱向儀式 會整相關社區回報災情之前 完成向花蓮縣災害育變中心回報狀況 以五個縱向儀式 演練項目六結束 演練項次一 災情預防及整備作為演習項目七 橋樑及河川戶案巡查狀況想定 4月22日上午10點30分 由於中央跡象局發布陸上強烈颱風採雲颱風警報 會避免颱風帶來豪大雨 造成熄河水暴漲 並導致橋樑沖毀交通送軸等情勢發生 災害應變中心派源前往西美雞溪展開橋樑及戶案巡查工作 國務組長報告 請本鎖橋樑巡查人員前往嘉陵七號橋巡查水位狀況 本鎖橋樑巡查人員立即前往巡查 本鎖橋樑巡查人員立即前往巡查 既我們的河川的管理規劃設計 其實都是屬於我們的河川的管理規劃設計 特大門司機在法上目的第一 請問控制器 方鎖橋樑巡查人員的管理規劃所當前往巡查 既然間鎖橋樑巡查人員群頭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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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位置到南巡查中間鎖橋樑巡查成現局 既然群頭巡查法 既然間鎖橋樑巡查人員群頭巡查 每天再加一百货 才能这样做 会持续 高兴 来 为刘子 胡 呼呼呼呼 呼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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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災害防救航 呼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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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警察可以從村長 與酒 among 現在 我們 參與 最多的 都會計 一般 散步 在上衆 超級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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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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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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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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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